大家好,我是Mira 現在是馬來西亞的KL 素顏就代表我要和大家一起化妝了 話說一直都有很多朋友跟我說 馬來西亞是很熱的 一年四季,沒有一年四季 只有夏天、夏天、夏天 我一直都不相信 我覺得怎麼會啊 應該只是他們說說 或者所謂的沒有冬天 可能是指不是太冷 但誰知道原來真的沒有冬天 因為現在是十二月 休息的話也有三十幾度 我不應該不相信我的朋友 然後我問其他馬來西亞的朋友 我們都有分的 熱、好熱和不太熱 我覺得很好笑 那我IG都跟大家說 我已經來了馬來西亞 然後我看到也有些朋友很好奇 就是究竟我在馬來西亞的這個天氣 是化什麼妝的呢 因為他們好像都覺得我的妝很持久 的確我覺得我的妝不差 馬來西亞三十幾度 其實香港和台灣 都有這些氣溫的 那時候我也有一些方法 可以讓自己的妝容保持久一點 因為剛好我帶來的化妝品 我覺得那個持妝度也不差 所以就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本身呢 就想這條片特別一點 想著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馬來西亞可以買到的 韓國化妝品牌的化妝品 但是呢 忽然間呢 我剛才打開我的化妝袋 一看 發覺 咦? 大部分的化妝品 都不是韓國brand來的喔 唉 照跟大家分享 大家在馬來西亞找到就買吧 網購吧 唉 唉 真是失敗 好 開始 好 首先第一樣 就是這個化妝base 咦?原來這個是innisfree 來的喔 Sorry Sorry 因為呢 通常我出國用的化妝品呢 我都是放在一個化妝袋裡 那 我每次出國的時候 都很趕急 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帶了什麼 brand 對啦 我既然覺得好像適合 我就會放進化妝袋裡 起飛前那幾個小時才執行李 那我媽媽是非常看不過眼的 她是頂不住的 但也沒辦法 我是我 她是她 哈哈 先夾個圈圈 這個化妝呢 其實我都用了很久的了 那它有幾款的 我就是喜歡用這個保濕moisture 底妝夠貼的話 其實整個妝才會漂亮的 我通常都會選保濕多 其他可能是打涼 或者是調色之類 然後呢 粉底方面 我就是選這個 K K 我覺得也是一個超好用的 然後它有開架品牌 應該也有說過 之前就在台灣 我忘記帶很多化妝品 然後我就臨時臨急 去了一些藥妝店 就買了他們這個 粉底液 然後呢 它是 很水 然後很好推 塗上臉 也會覺得 很薄 對 開架品牌來說 我覺得它 效果不錯 然後呢 用掃 這一支掃是MAC的掃 其實MAC粉底也很好用 但是 因為它本身是 玻璃盡 我覺得它比較重 所以呢 通常我出國 我都會帶些膠盡 還有粉底液 不需要塗太多 塗得太多粉底液 我都會覺得不舒服 所以我通常都是薄薄地一浸 但是呢 我又發覺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這些化妝掃 太久沒有洗的話 你塗粉底液的時候 有機會就會出現掃的痕跡 那其實如果出現掃的痕跡的話 就代表你的掃是時候要清洗了 那 就代表我回去韓國之後 我就要洗這些掃了 暫時都是非常喜歡這個掃的 KATE這個 我是用01號 然後呢 就是這個 陰影的部分 Shading 就是非常之重要 中於韓國的brand 出來 這個是 TUKU FOR SCHOOL 國文陰影盒 我已經在用第二盒了 它本身呢 是有跟一個這樣的掃 這樣陰影的話 我就喜歡用其他掃 那我拿最深色這個 打造我的鼻樑中 好 看不看得到鼻樑已經慢慢出來了 我平時其實不會打得太高 不斷衣有一點點立體的 我算 看不看得到 鼻子出來了 暫時是這樣 如果等一下不夠的話 再加 然後就到臉這兩個位 但因為我忘記戴本身的掃 那這個呢 我就是在 是不是很神奇呢 忘記了 總之在KL的某間 藥妝店定是買的 但這局我覺得很好 剛剛好讓他對手這個臉型 你這樣掃 就行了 不過要留意一下 它又這樣子粒ям的 所以她m afford quindipace著不見 那就可能這麼 遷就一個位 直接這樣掃 喔 黑色照這樣 有沒有收adım 我想說香料 Eine 你這樣一旦 什麼好看 你就會令人先將 回不了頭的了 看不看分別嗎?拜託 其實這些位置就是雙牙的位置 你弄黑一點就會比較瘦一點 當然這些全部都是效果 如果真的想瘦的話 直接做運動減肥 接著就是眉的部分 這次我帶了Canmake的眉粉過來 其實我覺得眉粉 也有很多個brand好用的 Canmake啦 然後Cage的眉粉也好用 我之前是喜歡用啡色眼影去代替眉粉 眉粉其實我沒什麼研究 因為其實我染這個頭本身是紅色的 眉粉的時候我直接用紅色的眉筆 接著再塗紅色的眉膠 中間的位置我需要填補 所以我就會用淺啡色 但因為現在我的頭髮已經完全掉了 變成中啡? 我也不知道現在這個是什麼顏色 所以就用深色一點的眉粉 眉一點其實真的很難畫 唉 拍了這麼多次妝片 還是這樣 只是畫個眉多了 10分鐘 眉膠也塗了 眉膠也是Kate的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偏紅的眉膠 就算我的頭髮都掉了 它都依然可以 顏色差不多 所以我就繼續用這個顏色 都蠻好射 而且它也不容易掉 眼影部分呢 依然我的習慣就是先上了節目CAM 今次用的眼影就是The Face Shop 這個是PK01號 這個紫紅色 因為我很喜歡紫紅色的嘛 就是這樣用來的眼影都可以做到一個有層次的效果 先拿這個 然後在眼窩裡這樣整個 塗均勻 然後呢 深色的這一隻 就是眼尾這個位置 看到嗎? 我輕輕地掃了一筆 它就很上色 因為本身這隻眼影是 那個顯色度挺不錯的 我覺得 打開眼影的時候 看到一點點的效果 就OK了 剩下一點的深色 我會塗在眼角 眼角這個位置是淺色 淺深 深 那會有一個 立體的效果出來 我剛才是用這隻的掃 現在就用這個扁一點的掃 一樣掃深色這隻 那就畫下眼 想它有個連本一點的效果 我本人是喜歡一些 濃一點的種 那其實我呢 我還有帶另外一盒的眼影過來 但是這一盒呢 就是台灣才買到的 因為它是台灣品牌 但是因為我想 加深一點 我的眼影 那我就會拿它這個啡色 所以大家如果手上有任何的 啡色 心紫 灰 都可以的 一樣用回剛才扁的這支掃 眼線的這個位置 想做個陰影 好像有個眼線 你看到嗎 你看到嗎 你遠看的時候層次感會再分明一點 好 然後呢就可以畫眼線 了 Edude House的眼線 或者是 Kiss Me 或者是 其實我另外帶多了這支 是Kai Beauty 台灣的小葵老師 自己推出的個人品牌 最近都是用這幾支 因為我覺得幾支的效果差不多 那我用 我用Edude House 再來就是Mascara的部分 Mascara呢 我其實也是帶了幾支 我帶了這支 分別是Clarence Clarence的 這支是另一號 Wonder Perfect Mascara 或者是這個Majolica Majolica 都很好用 但我這次用Clarence呢 其實我覺得最近呢 不同品牌的Mascara其實都做得不錯 所以其實你這樣隨便選一支 都挺好用 我只是欺負了一點點 然後長了多不多 我覺得不算是一個異容的Mascara來的 因為我今天下雨 其實下雨呢 會更加令妝異容 所以我下面的節目的位置 我就不會塗的了 知道的 有時候呢 你明明可能是 我用了很久 然後他都沒有試過用 但忽然有一天呢 他會變紅貓眼 也有機會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你的身體狀況又不同 然後那個天氣 又會影響 可能很多原因 如果眼睛加起來 就會影響到 忽然間你變紅眼睛 也有機會的 但是 純粹是我的猜測 我先塗上這邊的眼睛 好 兩隻眼睛 哇塞了 很喜歡這些紅眼妝 然後呢 因為眼妝已經比較 濃了一點 所以胭脂的部分 是不可以太多的 本身眼影是有一點偏紫的 所以我會用一個 紫色的胭脂 這個是Lily by Red 我的外牌 它是紫色的 它這個是1號 其實本身有另外一個胭脂 不過這個 這個也是can make的 但這個我覺得 好像有一點太好 剛剛這個掃呢 其實就是這個 國民shading 它附送的掃 我就會把它用來塗胭脂的 不行 但我覺得好像有一點太紫 太紫 這個 我再加一點這個 粉也不吃 好煩啊 鏡頭好像不太明顯 反正呢 一點點氣色就可以了 因為它其實也不是一個 那麼明顯的顏色 所以 就算我只有這個紫色 也沒關係 好 然後最重要的 唇部的部分 就是這個 Laneige Laneige的這些 Lip Tint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用 剛剛才買的 我是塗這個 大行色 因為我想配上我的眼妝 大家呢 看到我塗這個Lip Tint的時候 其實第一次我是很深色 所以我會塗在嘴唇 嘴裡面 然後慢慢地 印開 而且它這個是霧面的 我平常的習慣呢 就是我會用手 這樣 再blend開它 這樣 不夠的話再加 超喜歡這個顏色 總之說是最多人買的 一個紅 我覺得手指 是最好用的工具 塗唇膏 如果你塗膚 就算了 但是 如果你要塗這個 比較韓式的嘴唇 不一定要用棉花棒 你用手指 輕輕地 blur均 其實 用手指已經非常足夠 那麼我的妝容就完成了 其實這次這個妝呢 特地不放任何的閃粉 因為 整個妝效是比較MAC的感覺 所以特地 眼影都是全部霧面 雖然這個眼影 看上去好像有一點偏紫 但其實你塗上眼 它不是真的那麼紫 所以剛剛我判斷錯誤 我就以為塗這個紫色 會適合 但其實 都不是這麼適合 都是塗這個 比較適合 所以其實都適合的 去旅行的話 不要帶死同一個色系的化妝品 或者好像我這樣 我其實 這兩個東西 我只是來到KLC買的 我覺得我買都沒有錯 然後還有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 定妝 定妝 麻煩 因為 在韓國 基本上我就是 塗了粉底之後 我很少會定妝 因為韓國的天氣已經夠乾 我的皮膚 再定妝的話 就可能會裂 但是回香港 台灣 或者是 來到馬來西亞 我這幾天都有用這個 這個也是 too cool for school 它是全白的 它本身就是沒有給任何的掃 但是這個 本身是 shading的掃 我就拿了來用 但是定妝 其實我都會定在 比較出油的位置 所以大家看看 哪些位置是比較出油的話 大家就掃那些位置 我自己的話 其實就是 鼻 T字位 鼻的兩邊 這些位置 有些人呢 就喜歡用 粉撲 然後這樣壓 那個是歐美色 之前跟Spoon學的 但是我自己就比較偏向 韓式的 是用掃 因為我喜歡整個妝感 比較透薄 我自己感覺都比較舒服 因為其實說真的 上次Spoon幫我化那個歐美狀 臉是很有負擔感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習不習慣的問題 掃完這個定妝呢 就真的 完成了 那大家如果看我的IG都會知道 其實我通常化的妝 我都不太注重胭脂的 通常都是這樣一點點 我是比較喜歡大紅 超銳的嘴 或者是超紅的眼妝 就像今天這樣 因為你沒有理由整塊面 你所有位置都要強調做重點 這樣是會 太誇張太浮佛的 這樣呢 適當地 表現某一兩個位置就可以了 好了 然後今天 又下雨了 等一下其實也會出街的 然後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 出完街之後整個妝效是怎樣 近一點給大家看 馬來西亞的雨季 終於下完了 其實來馬來西亞之前 我看到那個天氣報告 是每天都說有雷暴的 但是非常之幸運 都有下雨下的 但是幾滴或者是幾分鐘 那今天就真的比較 下得多一點 今天就下足一整天 所以我覺得今天做這個化妝品 test 都挺不錯 好了 現在就是這個 8點半 我遲妝大概是 六個小時左右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是有一點點 出油的 但是今天也是下足一整天的 因為我來了朋友 是媽媽朋友的house party 然後又是一直坐在外 這個程度的出油 我覺得是挺合理的 但是前幾天呢 就暫時下幾顆 可能是下午12點化妝 然後晚上9點 8點、9點 都是妝沒問題 但是今天就會比較 比較差一點 但我覺得都可以接受的 重點是我覺得眼妝和唇膏 顏色很漂亮 好了現在回到酒店 所以我覺得其實呢 這個妝、持妝度都OK 因為其實只要進入室內的地方 有冷氣的地方 就不會太油 OK啦 這個效果 對不對 當然我覺得粉底的話 會比較好一點點 眼中這些少少 出油 正常都 晚上差不多10點 好了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一月回香港的時候 再拍多點影片給大家看 馬來西亞應該 2月尾或3月 不肯定的 50%機會 好了 bye